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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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中的这两位就是汪精卫还有他的妻子陈碧军 汪精卫当然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要投日 他是在犹豫 1938年11月这个点上是不是投降日本的最佳时间 而在妻子陈碧军看来 你要是再犹豫 你当汉奸都排不上第一个 可是当汉奸的事哪还有抢着干呢 除此之外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是什么原因促使汪精卫 这个早年奔走革命的热血青年 到后来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国贼呢 是他本身就贪得无厌 奴言必惜 而他的妻子陈碧军又在汪精卫走上投降日本 充当外国贼的道路上 起到了怎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人说也许这种转变 从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封的时候就开始 1909年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 发动的八次反清起义相继失败 汪精卫等人予以一死激励革命 计划刺杀摄政王载封 但是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 以致最终流产 在这场失败的暗杀行动中 汪精卫被捕判了死缓 但是关了没多久 武昌起义后 清政府宣布开放党禁 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放 而此刻汪精卫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肃心王善奇的劝说下 汪精卫 这个曾经热血的青年 从那个时候起 开始以组合的态度来看待局势 出狱后汪精卫凭借着此次刺杀行动 赢得了声望 很快就成为了精进一代 同盟会的领袖 他极力地劝说南方革命党 放弃武装起义 主张和谈 汪精卫出狱之后 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兑现了一个承诺 迎娶陈碧君 1891年11月5日 陈碧君出生于马来西亚乔治市 陈碧君的父母都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商人 1906年 孙中山为了传播革命思想 到马来西亚乔治市建立同盟会组织 并筹集革命经费 陈碧君的父亲陈庚基 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 孙中山的回报则是 常寄给陈庚基民报 而陈碧君也经常会跟着一起看 渐渐地 民报上一个笔名叫 《精卫》的作者 引起了陈碧君的兴趣 因为这个精卫 文笔很好 阐述观点也很鲜明 陈碧君想 这个满肚子知乎者也的精卫 一定是一个长着胡子的老人 有一天 陈碧君在街道边看到一群人 正围着一个临时搭建的台子周围 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 又因为围观的群众更拥挤了 而让十六岁的陈碧君走不动道的 不是拥挤的人群 而是台上的那名男子 这位男子身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标准的板寸头 这可是当时最新潮的发行 如果说他的穿着 已经在陈碧君心中打了个满分的话 那么他的长相更是让陈碧君清新 陈碧君当时就打听 这个人是谁啊 当得知他就是报纸上的精卫的时候 陈碧君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之后他还打探出汪精卫的本名叫汪兆明 从此之后 陈碧君就成了汪精卫的超级粉丝 当时陈碧君十六岁 他甚至不理解革命二字的真正的含义 但是为了懵懂的爱情 陈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成为同盟会的成员 并在离汪精卫最近的民报编辑部工作 陈碧君的举动汪精卫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他呢 以当时在家乡已经有了一位订婚的妻子为由 拒绝了陈碧君 看到汪精卫对自己的爱意视而不见 陈碧君不仅不恨他 反而觉得这个汪精卫还真是一位君子 但是陈碧君火热的追求攻势 首先让父亲陈庚基犯了仇 在陈庚基看来 自从认识了那个叫汪精卫的年轻人之后 自己那平时性格孤傲的女儿经常会跑来管自己要钱 要的还不少 说是要拿出去给同盟会捐钱 不仅如此 他还劝说自己的父亲把积蓄也拿出来支持革命 看到陈碧君整天风风火火的 陈庚基明白自己的女儿 此番行为完全就是为了那个叫汪精卫的年轻人 可这个汪精卫他是个革命党人 说不定哪天被抓去砍了头 女儿就得成寡妇 陈庚基对于自己女儿的脾气还是十分了解 陈碧君是不达目的 绝不放弃 而且他也确实怕日后女儿真的闹出什么丑闻来 想来想去 陈庚基就把那门婚事给退了 有一天陈庚基把女儿叫到了面前 跟他说 你要实在是想跟汪精卫结婚 那就结吧 我不会再管你了 没有了父母的阻力 陈碧君加紧了他的求爱公事 他给汪精卫写了好几封求爱信 被一再地拒绝 理由都是革命不成功 不考虑结婚 陈碧君向汪精卫求婚的希望虽然落了空 但陈碧君也暗暗下定决心 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汪精卫的心 也就是在1910年这次暗杀行动后 这一次他还真是打动了汪精卫 当时本已经逃出北京城的陈碧君 在得知汪精卫被捕之后 他又回来了 并且陈碧君按下决心 要营救汪精卫 汪精卫 汪精卫 蒋介石 多年明争暗斗 旅里败下阵来的汪精卫 将会等来怎样一个翻身的机会 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人 又走到了一起 是什么让汪精卫变成追逐权力的政客 慢慢继续为您揭秘 汪精卫被关在这黑暗的牢房里 已经十多天了 有一天 一个狱卒突然给他送来了一篮子鸡蛋 一个狱卒怎么会好心给他送来鸡蛋呢 这鸡蛋里头一定有蹊跷 在这一篮子的鸡蛋中 有一枚如果你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 它是被粘起来的 打开之后 原来里面是陈碧君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 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汪精卫报个平安 告诉他自己会来救他的 而陈碧君则换回了汪精卫留给他的五字写书 上面写着物流经蛊惑 当他得知 为了避免引起麻烦 汪精卫还特意吞下了他写的信后 陈碧君想 或许他向汪精卫求爱的时机 道 以同样的方式 在随后的信中 陈碧君对汪精卫说 现在我们被高强所阻挡 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婚礼 我想问问 我们可否从现在开始 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妻 你看 好啊 不出意料 陈碧君收到了汪精卫给他的血述 这次上面只有一个字 诺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 陈碧君执意留在北京 他甚至打算去挖一个地道 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汪精卫给救出 后来我们知道汪精卫最后并不是被陈碧君救出来 但汪精卫自出狱之后便兑现了这个承诺 他与陈碧君结了婚 1912年3月10日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并邀请汪精卫出任广东省都督 这对于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来说 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观止 但是汪精卫蜿蜒谢绝了 对于汪精卫的这一举动 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专家认为 当时的汪精卫对权力的欲望 还没有达到可以放弃自己的名誉的地步 半年后汪精卫与陈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 直到1925年 这种宁静被打破了 此时的汪精卫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处 他又该如何选择呢 1925年3月 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一所大宅院里 孙中山已经并危到了弥留之际 经孙科 宋子文 孔祥熙等人商议决定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汪精卫 带孙中山起草遗嘱 3月12日 孙中山去世 直到最后 孙中山也没有明确地指定接班人 而当时已经42岁的汪精卫成为了国民党内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政府选举主席一职 作为国民党内呼声最高的人选 汪精卫表面上一再推辞 说自己不能够胜任辞职 作为妻子的陈碧君则逢人就说 自己也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 但是 选举的最后结果是 汪精卫以全票当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汪精卫在选举中也投了自己一票 在自己选自己的这段小插曲之后 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 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的高峰 可惜 在汪精卫和陈碧君所看来的美好时光 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六个月之后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 蒋介石脱颖而出 以高票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 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个无论是入党时间和革命资历 都远不如汪精卫的蒋介石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 仅用了半年时间 便军政大权同时在握 在国民党内与汪精卫一争高下 汪精卫比蒋介石年长七岁 当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左右 已经小有名气的时候 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 当汪精卫成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时候 蒋介石也只不过才出楼头角 这样一个小老弟 却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和自己平起平坐 这使汪精卫面子和自尊上都难以接受 而让汪精卫想不到的是 在国民党内一直高高在上的自己 不久就会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去 蒋介石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 很快便拥有了一支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并以此为资本开始广泛培植个人势力 随着在国民党中地位的迅速攀升 蒋介石的欲望也越来越大 借由中山剑事件赶走汪精卫 并在1926年6月开始指挥北伐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 蒋介石也迅速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权力 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领导者 之前一直高高在上的汪精卫 从国民党权力的巅峰摔了下来 在之后的几年里 王精卫与蒋介石明争暗斗 却屡屡败下阵来 此时的王精卫已经完全成了一个 追逐权力欲望的政客 面对一次次失败的王精卫 他选择了外出游历 但是又放不下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又一次次地回到国内 数一数 从1911年到1936年 王精卫由于各种原因 前后出走法国 达六次之多 虽然不时地返回国内 但他始终也挤不进国民党权力的核心 王精卫曾经多次跟人透露 他的自尊心 还有政治上的那种挫折 使他异常的愤怒 而相对于王精卫的恼怒 让陈碧君烦恼的是 人们怎么就没有看到自己的美 身为王精卫的妻子 陈碧君渐渐觉得自己以前过于低调 让他看到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 经常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一态雍容华贵 举止高雅 很是风光 陈碧君的内心就不平衡了 陈碧君讥讽地说道 他是什么东西 早年我当第一夫人时 他在哪儿待着呢 明里蒋介石与王精卫 在权柄上较劲 按理陈碧君也和宋美玲较着劲 他一心想把宋美玲给比下去 于是陈碧君也开始涂脂抹粉 招摇过世 他经常挽着汪精卫的胳膊 一同出席各种会议 这种场合 很多人都会对陈碧君侧目 陈碧君还以为自己很漂亮 于是穿着貂皮大衣的他 头抬得高高的 一张嘴唇涂得血红血红的 这张照片上站在汪精卫右侧的人 就是陈碧君 要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甚至很多人都说 他是民国八大丑女之一 陈碧君并不丑 但是他一米五的身高 远远的脸庞 身材也算不上苗条 远远的看过去 只是有些圆滚滚 但是晚年的时候 陈碧君曾经这样描述自己 爱好天然 不是装饰 除去爽身粉外 一生未涂过脂粉 哎呀 他真是忘了他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涂着红嘴唇 和宋美玲去比美了 王精卫和陈碧君 无不显露出 他们对全世的留恋 让他们苦等的机会 终于来了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会 1931年 918事变爆发 清华日军一口吞并了中国的东三省 抗日救亡运动 此起彼此 蒋介石因为破抵抗政策 遭致举国反对 被迫通电下野 国民党内多位元老 电邀汪精卫主持大局 三个月后 一艘轮船驶进了上海码头 从环上下来的正是在外漂泊多年的汪精卫 随后汪精卫便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32年3月6日 蒋介石副处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汪精卫出任外交部长 一个主军 一个主政 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人 又走到了一起 1935年3月18日 美国的时代周刊封面 是汪精卫 当时汪精卫已经52岁了 虽然他的脸上透着干脸 但神情却裂显疲惫 有意思的是 时代周刊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 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 意思是既能够弯曲也能予以反击 而精卫汪就成为了汪精卫的代称 选汪精卫作为封面 把汪精卫比喻为鲸鱼的胡须 其实都是因为在对日的态度上 汪精卫变了 他的精卫已经弯曲 再也无法舒展开来 予以反击了 神秘人物空降东京 他又为汪精卫计划着 怎样的惊天秘密 而且他此次的东京之行是秘密的 是背着蒋介石去 秘密联系日本政要 汪精卫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33年初 妄图侵吞中国的清华日军 加快了进攻的步伐 一月清华日军占领山海关 二月中旬攻陷成者 热河的大片凝土相继沦陷 在中华民族举国上下奋起抗战的事 此时有一个人却公开唱起了反调 他说中国战下去 日本不免于伤 中国则只有死而已 这个人正是汪精卫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生性弱弱的汪精卫 就产生了恐日情绪 他表面上宣扬抗战 但私下里却跟周围的人说抗战必败 此时的汪精卫 已经对抗战胜利完全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身为外交部长的汪精卫 企图在外交上谋出妥协的途径 从1933年开始 国民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 唐沽协定 和美协定 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战友 再次对日本让步 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片 愤怒和失望的气氛当中 1935年11月1日 王精卫甚至迎来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暗杀 1935年11月1日之6日 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兵全会 开幕时后 中央委员何颖照相时 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 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 不参加合影 返回会议厅休息室 照片刚拍完 一个人高呼着打倒卖国贼 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 连发三枪 这个刺客名叫孙凤鸣 这个孙凤鸣是暗杀大王王亚乔的手下 王亚乔呢 是一个反蒋帮会的首领 很明显 这个孙凤鸣 他是冲着蒋介石来的 孙凤鸣看到蒋介石没有来 便临时决定更改目标 同样消极抗战的汪精卫 刺客孙凤鸣开完三枪之后 被当场击倒在地 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舆论一面倒向了刺客孙凤鸣这边 汪精卫呢 身中三枪不算 声望也降到了谷底 更令他绝望的是 他身体内的一颗子弹 因为无法取出 从此留在了汪精卫的后背脊椎骨上 伤口常常发炎 引起震痛 这次的打击 对汪精卫是前所未有的 先不说身体的伤 行刺者成了背刺者 革命者成了大汉奸 汪精卫觉得 自己在政治上能够东山再起的机会 更渺茫了 看到汪精卫的境遇 以夫为贵的陈碧军 也着急 曾经第一夫人的头衔 让他无法停下对于权力的追逐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汪精卫和陈碧军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记在了日本人的身上 而把他们联系起来的人 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是国民政府内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也曾以对日关系专家的身份 被蒋介石亲自联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 与日本军政界不少人都颇有交情 按理说 提拔高宗武的人是蒋介石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高宗武 确实汪精卫的心腹 也许正是因为一场谈话 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上下 就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蒋介石特意请来了 当时还在上海养病的高宗武 想听一听他对于抗战的想法 当时在场的人 除了高宗武 蒋介石 还有汪精卫 当即高宗武就表示 其实在日本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不愿意与中国全面开战 他还说 他愿意以自己的热忱去日本 劝说日本首相禁卫文魔 从华北全面撤军 听完了高宗武的话 蒋介石沉默着 没有表态 倒是一旁的汪精卫 表现出了几分赞许 要他继续努力 一天之内 蒋介石与汪精卫 对待自己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以至于后来高宗武 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写下了 诸如蒋先生冷酷 而汪先生温暖之类的 蒋介石觉得高宗武 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向来是个居心叵测的国家 与日本和谈 安何如意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一旁的汪精卫 则喜行余色 其实想与日本人和谈的想法 他早就有了 这下高宗武是跟他想到一块去 此时的汪精卫 就像找到了盟友一样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 中国军队在前线是屡战屡败 很快上海沦陷 南京危急 国民党政府前往了武汉 而在国民政府 迁到重庆之后 国民党内部有一撮势力 渐渐地形成了一个 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内的成员 都是一些对抗日态度持悲观 或者绝望的国民党官员 其中包括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 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陶希盛 国民党中央法治专门委员会委员 梅思平以及高宗武陈碧军等人 他们常常在重庆的汪精卫宅底碰面 对于政府高调抗日的言论 表示不满 认为中日作战势必两败去伤 如此的汉奸言论被他们说的冠冕堂皇 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高宗武 则成了汪精卫与日本关系里面的关键人物 此刻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 可高宗武却去了日本的东京 而且他此次的东京之行是秘密的 是背着蒋介石去的 1938年7月 一松名叫皇后号的日本客人从香港开出 五天以后停泊在日本的横滨码头 从船上下了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 小个子中国男人正是高宗武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高宗武出现在日本首相和一些军政要员的家主 这是他首次不以国民政府的名义 而是以汪精卫心腹的身份到日本 目的正是为了和日方磋商一项有关 汪精卫的惊天计划 计划就是汪精卫要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建立新政权 在东京新朝的旅馆中 赢佐贞昭和全阳剑等人接待了高宗武 据全阳剑的回忆录记载 赢佐贞昭表示 只要中国启用第一流的人物 代替蒋介石与日本政府合作 展开和平运动 他们愿意撤出在中国的军队 看到日本人的态度 高宗武便说 其实汪精卫是个不错的人选 1938年日军在华中华北前线 咄咄逼人气焰嚣张 这个时候他们却要求和谈 他们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事实上日军虽然接连占领了上海南京 但也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损失惨重 对中国的攻势也已经开始逐渐减弱 因为此时日本国内的物资越来越紧张 国内矛盾也愈发尖锐 日本急需摆脱战争的泥沼 此时得知日本人有意和谈 并另立新政府的汪精卫 哪里顾得上国内的战事如何 他催促高宗武尽快签订停战协定 在国民党内 汪精卫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他仅仅凭着一时的失力把战败和迁都当成王国的征兆 还为此开始谋求和日本人合作的机会 并且一再的为自己的叛国行为找借口 声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这实在是让人不吃 高宗武作为崇光堂谈判的当事者 事后他在回忆录当中记录了11月20日 他代表汪精卫签订的中日协议记录 其中主要包括以下的六点 第一条 缔结日华共同防共协议 其内容以日德义防共协议为准则 互相协作且承认日军为防共 而在中国驻军 将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对于这几条汪精卫夫妇很显然 在之前与高宗武沟通过 他们是同意的 比如对承认满洲国这一条 陈碧君对此有着奇葩般的认知 他曾经跟身旁的人说 你看 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 奉天本来他就是满清带回来的嫁妆 他们现在不过是要把他们自己的嫁妆 带回去就是了 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陈碧君只是明目张胆地承认了日本制造的维满洲国的合法性 否认东北三省为中国的领土 这不就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吗 而在这份中日协议记录当中 有一点是让汪精卫夫妇心动又头疼的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在这日本政府如发表上述解决时局的条件时 汪精卫等中国方面的同志应立即声明于蒋介石断绝关系 并且发表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实行中日合作反共政策的声明 同时刺激成立新政府 汪精卫不满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大权独揽 基于蒋介石权位已久 再加上他对战争害怕的要命 当得知日本人在国民党内物色组合亲日人选 企图扶植一个亲日政权时 汪精卫便按捺不住 而要公开的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这让汪精卫头疼不已 最终成立傀儡政府 霍国殃民 汪精卫为何执迷不悟 他完完全全成为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夫 又将落得怎样的下场 当案继续为您揭秘 送走了前来送文件的梅思萍之后 汪精卫一转身回到了书房 打开了台灯 把蜜月又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 就在这时外出办事的夫人陈碧君回来了 王精卫赶紧递上蜜月 两个人有小声的商量起来 但说到是否该马上出逃 两个人产生了分歧 陈碧君主张立刻离开重庆公开投降日本 他对抗战是完全失去信心了 陈碧君说 日本人既然能够打下华北 打下上海打下武汉 他就能打下重庆打下成都 打下全中国 到时候抗战分子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池河不如早河 咱们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跑 做蒋介石的殉葬品 虽然王精卫已经决定与蒋介石决裂了 可要说真是走出投降日本这一步 却绝不是说走就走这么简单 这一步一旦要是迈出去了 可就再也受不回来了 王精卫担心 如果万一日本人不讲信用的话 所签的那些条约 投日之后不能兑现 后果可就严重了 他最担心的还是 如果他公开投降日本 那他将会成为千夫所持 万人唾骂的历史罪 何况此时蒋介石就在重庆 王精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哪敢轻举望东人 王精卫急得团团撞 他坐我不宁寻找着出逃的机会 十天后机会终于来了 十二月十八日清晨 这天蒋介石飞往陕西武宫出席一个会议 临走之前 蒋介石交代 重庆方面的工作由王精卫全面负责 蒋介石一走 王精卫就忙活起来 拿到飞往昆明的机票 他们就匆忙赶往机场 王精卫一行人登上了离开重庆的飞机 飞往越南河内 刚到河内 王精卫就心神不宁地摔伤了腿 而就在他养伤期间 王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叛国验电 旧时发电报有时有韵目待日的习惯 二十九日是以燕字来代替 就是色彩鲜艳的燕字 王精卫由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这封电报 后来他被人们称作燕电 我手中拿的正是这封电报 在这封电报中 王精卫甚至说 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 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 中国可以保全下来 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燕电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讨逆声浪 自从王精卫出走河内发表燕电之后 原本迷散在国民党内部此起彼伏的和谈呼声 却一下子销声匿迹 这封燕电所换来的 是蒋介石对一顿娘媳皮的臭骂和追杀 1938年12月29日 王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刊登了燕电 以恢复和平为幌子 开始了祸国殃民的卖国投敌活动 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震动 王精卫的叛变必将协助日本人搜刮沦陷区 打击地下抗日武装 使得日本人可以抽身其他战役 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给全国军民抗日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1939年1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会议 做出一致决定 开除王精卫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 之后蒋介石命令带地到河内除掉王精卫 结果这次暗杀失败了 让王精卫成了金箍之鸟 此时的王精卫和陈碧军只等着日本人前来接应 便可以做第一领袖和第一夫人的美梦 哪知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 与王精卫早已达成默契的禁卫首相宣布下一人 新上台的平长内阁 对于扶植王精卫伟政权并不热心 直到1939年4月中旬 王精卫夫妇终于盼乱了一艘 接他们到上海的门团被光帆后 至此王精卫夫妇赤裸裸地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日本提出的方针对王精卫准备组织的新政权 从政府组成政体到施政方针都横加干涉 这意味着王精卫的政权是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 王精卫面临此种境地 他会如何抉择呢 1939年5月31日 全国军民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 一架专机降落在东京机场 飞机上走下的正是王精卫 王精卫此次来东京的目的 是为了与日本首相平找齐一郎会谈 祈求建立伪中央政府 六天后 日本内阁通过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与王精卫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腰缸 决定扶植王精卫伪政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日本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 每占领一个地区就扶植一个汉奸 建立傀儡政权 曾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 一直是亡国论的鼓吹者 而日本政府也瞄准了他 对他寄予厚望 企图通过利用汪精卫分化抗日阵营 早日结束战争 顺利侵占中国 日本的野心 汪精卫怎能不知道 但是从日本回国后 汪精卫马上着手组建伪政权 并于1940年3月30日 成立南京韦国民政府 而在第一战区的几十万上百万同胞 正为抗战胜利奋斗着 他们经历着流血与牺牲 此时的汪精卫 再也找不到当初革命制式的影子了 他完完全全成为了任人百步的傀儡 汪伪政府成立后 先是收编了国民党祥日部队 并收买地痞流氓 建立伪政府军队和特务组织 之后在汪精卫伪政权的管辖范围内 捕杀抗日爱国人士 协助日本搜刮沦陷区 并强制收买棉纱棉部 以供侵华日军的需要 甚至实行奴化教育 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 1943年1月 汪精卫伪政权甚至对英美宣战 声称效忠日本 运载之后 多次去东京拜见日本天皇 及首脑人物 包括东条英姬 土肺元仙二等 日后臭名昭著的战犯 此时的汪精卫伪政权 彻彻底底地成了日本的傀儡政权 而一直梦想着成为第一领袖的汪精卫 成了令人唾弃的大汉奸 自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 心情日趋恶劣 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1942年 汪精卫已经卧床不清 经过日本陆军衣冠的检查 八年前在国民党部遇刺时 留在汪精卫体内的那颗子弹 是他日渐衰弱的命根 经汪伪集团内部决定 将汪精卫紧急送往日本就医 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6年在全国人民要求严惩 汉奸的呼声中 国民政府逮捕了包括周佛海在内的 两百多人 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汉奸大审判 这一次的汉奸大审判 是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集团 汪精卫为政府的全面清算 唯一没有经历这次审判的 恰恰就是这个组织的头目 1944年 克死日本的汪精卫 汪精卫死了 陈碧军也失去了靠山 1945年 抗战胜利后 陈碧军被逮捕 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1959年6月17日 68岁的陈碧军 死在上海提兰桥监狱 秦怡 荧幕上美丽高贵的女人 生活中坚强勇敢的母亲 面对患有严重精神病的儿子金杰 她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艰辛 狂躁暴力 儿子的疾病反复发作 关爱坚守 秦怡的选择始终如一 40年如一日 秦怡的付出能否换来 儿子的康复 患病儿子拿起画笔 参与慈善 这背后秦怡又付出了哪些努力 傍慢为您揭秘 秦怡与金杰 创造奇迹的母子情